好 謝謝主席喔 在前面 勞動訴訟事件法 提案說明裡面 那我已經說明了對這個法案 基本的立場 那對於司法院的 政府院長履行 在同意權的時候 給我的承諾 今天把法案正式提出來 該給司法院的肯定 我在這邊予以肯定 接下來就是我們立法委員的事情了 趕快把這個案子審完以後 能夠送出去 但我今天利用質詢的時間 我要跟秘書長 討論一個非常嚴肅的問題 就是為什麼 在我們的司法體系裡面 有權有勢的權貴 犯的重罪 不管是貪污 違法吸金 洗錢 違反證券交易 造成了國家社會 重大的損害了以後 結果既然輕鬆的 就可以跑了 我相信秘書長應該還記得 2015年的時候 有一個史上最貪的檢察官 叫景天博 還不容易 判刑十一年確定了 結果人跑了 當初 院方跟檢方 兩邊 交相指責 互踢皮球 都說是對方的錯 人民有興趣的 不是在看 院方跟檢方 踢皮球 特別有興趣的是 這件事情到底 要怎麼樣來加以解決 秘書長你知不知道 從 2013年 開始的過去幾年 我們判刑確定了以後 結果竟然是用通緝爆結的 所謂通緝爆結 就是人抓不到啊 跑掉了 比例有多高 這個是法務部那邊有統計 我可能要進一步了解 還有 直接請秘書長看 過去這幾年 通緝爆結 竟然高達了百分之 快要15了 每年都不斷的在攀升 2013年到2015年 判三年以上有期徒刑 三年以上有期徒刑 最後被判了 算是重罪了 逃掉的人數 有3151個人 有3000多個人跑了 為了國家耗費了大量的司法資源 從檢調的偵查 起訴到院方 三期三審 搞不好還有很多 在最高法院和高等法院 來來回回 拖了半天 結果判刑確定了以後 人跑了 造成了整個司法資源 無謂的浪費之外 更嚴重的是 公平正義根本沒有辦法獲得實現 我們再進一步去看 這些有辦法 判刑確定落跑的 全部都是權貴 都是有權有勢的人 我關於2018年 今年來講 陳偉智 去復列雷劍的弊案 封查荒謬 檢方一開始偵查的時候 沒有申請羈押 我上禮拜已經質詢過法務部了 到審判階段的時候 繼續沒押 結果又一個莫名其妙的 派出所報告制度 搞了那麼久 結果最後人還是跑了 潘俊達製造偽藥 不乏所得 高達7000萬 林若鴻 濤康 鼎泰科技 不法 將界武藝 全部都是這類的案子 全部都是這類的案子 但是我覺得很奇怪的事情是說 我們從過去這幾年 一而再 再而三 發生這樣的事件 但是我們的司法體系 似乎無動於衷 難得更人 基層的人民已經快要受不了了 大家都覺得非常的離譜 每一院政府都在談司法改革 連最基本的公平正義的維護都沒有辦法耗衛 秘書長 針對這件事情 司法院有沒有什麼具體的作為 好 跟委員報告 基本上對委員提起了這樣的問題 我們感同身受 我非常重視 所以我們在邀請審檢便學討論以後 其實我們也送一個法案過來 就是擠壓跟訪討相關的法案 現在在大院這邊代審 這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關卡 過去有人主張說重罪羈押 只要法官判重罪 就把它羈押起來 不過因為大法官的解釋 認為重罪不應該是羈押的原因的理由 所以造成 我跟秘副長分享 上一屆的司法院 在景天柏的事件以後 在2012年 也匆匆忙忙的 防逃的機制送到立法院來 結果過了四年 動都沒有動 關心這件事情的法界 大力的在批判本院 覺得本院的委員長期立法怠惰 這麼嚴重的事情都不處理 是不是有什麼特殊的考慮 還是因為都涉及到權貴的犯罪 還是因為這些跑掉的人 因為貪污自罪條例的比例非常的高 商場上的大老闆政商關係很好 比例也很高 所以本院才如此立法怠惰 放任這麼嚴重的事情 這麼多年 動都不動 本院要承擔的責任 所有的委員當然要共同承受 但是我現在要討論的是 執行面上面的問題 有一些事情 立了法以後才能做 但是有一些事情 是現在在執行面上面 就應該要做而可以做的 然後我先請教一下秘書長 這個案子我追很久了 就是都跟犯罪集團搞到人家家破人亡 1月判刑確定 結果到現在 還在外面舞廳跳舞 精神非常的好 前千尾周哲宇 我在追究整個法務部 為什麼執行的期間 會拖得這麼長的時候 來請秘書長看一下 上面是他們給我的時間表 說1月31號判刑確定 高院一直到4月底的時候 才把這個券移到高檢 我想要請教一下秘書長 這個時間是正常還是緩慢 首先根據這個條文 其實在法務部 他把它解釋成一定要有券才能執行 但是在學理上有人認為 只要有判決的左文 或者是判決書就可以執行 你說得非常的好 這剛好是我本來要接下來 問你第二個層次的問題 我們看刑事訴訟法 第456條的規定 上面寫得非常的清楚說 判決確定後執行 判決確定後執行 那在我們現在的實務上 似乎雞飛城市啊 認為說要券全部移完了以後 才能夠執行 那當然在實務面上面 檢察官他們會認為說 你券沒有來 我要怎麼樣去確定這一個被告 被判刑確定人的 人的統一性 因為十幾年前 另外一個政商關係良好的人 他竟然找人冒名頂替 在花蓮福間 造成了軒然大破 我相信這個事情 秘書長您應該還有所記憶 但是不管怎麼樣 我還是一個問題 一個問題要把它區分出來清楚 就是說 司法院跟法務部 在現在法律條文還沒有更動以前 我就覺得很奇怪 史物上面的運作跟法條 刑事訴訟法的規定根本完全脫節啊 456條說判刑確定以後 就要趕快去執行了 結果史物上面的運作是說 券要移完 他才要去執行 而且很奇怪的事情是 你們從判刑確定到券移給檢方 怎麼會移這麼久 這裏面有一些案件如果涉及很多人 他譬如說要送給 沒有啊 但是我就講啊 周杰宇這案子涉及的人根本不多啊 三個人啊 三個人啊 為什麼券要整理這麼久 其他關係好 有人在裡面幫他故意拖延嗎 因為一般在 司法院可不可以承諾去查一下 為什麼這個券移了這麼久 這行政事項我們可以了解一下 可以嘛 第二個事情 秘書長可不可以承諾我 就 在本院的立法委員負起責任 把防陶機制這個破洞補起來以前 就目前現行法的刑事訴訟 要如何貫徹刑事訴訟法的規範意志 強化在現行法下面 本來就有的 應該執行機制的這件事情 司法院願不願意跟法務部 現在馬上就坐下來討論 應該要如何處理 完全贊同 完全贊同 什麼時候可以做這件事情 給大家一個清楚的報告 因為現在大家 每次有大咖被判刑確定了以後 整個社會關心公平正義的人 大家神經都緊繃啊 這個人是不是會跑 真的執行得到嗎 那但是有一些什麼 大家只要沒有注意的 像這個前監委周哲宇 非常的有辦法 音樂判刑確定 現在還在舞廳跳舞 人民為什麼會對司法沒有信心 這個就是人民為什麼對司法沒有信心 跟文報告開完會啊 我馬上會找法務部來研究 好另外一個跟司法院的態度 非常重要的事情啊 是說 我們現在交保以後 棄保潛逃的法律效果 非常的荒謬 所謂非常的荒謬就是說 把事情沒收 就沒了 把事情沒收 就沒了 如果不涉及到交保其他的更嚴重 我就直接問一個喔 在世界各國的立法力裡面 棄保潛逃 逃亡 沒有任何法律上面不利益的效果 除了台灣以外還有哪一個國家 我們了解以後跟文報告 在英美法因為他們有特殊的一個法制 所以可能會構成對司法的一個 不是只有英美法而已啦 我當然今天喔 直接問法務部的是 棄保潛逃罪 你今天敢逃跑 你就要付出代價嘛 你今天付出的代價是說 今天國家 因為你說啊 你要讓我出去做很多事情 交保 交保可以啊 問題是你如果真的跑了 抓回來的話 這個棄保潛逃罪 司法院贊不贊成制定 不是只有我讓你跑掉十個月 跑三年 跑五年 抓回來的以後 就服原來本來的刑期 這太荒謬啦 沒有任何的誘因叫我不要跑啊 我們現行的法律制度 全部的誘因就是鼓勵我 撐炸我 不跑白不跑 贊不贊成制定棄保潛逃罪 這個棄保潛逃罪的制定 要不要定喔 那法務部權責 不過他們只要有嚴厲喔 司法院會派 那如果是我嚴厲呢 我今天就是要司法院表態 我下禮拜案子就送進來 司法院贊不贊成 那我 如果委員有提議喔 我看委員的意見喔 我們再經過這個分析研究以後 會提供參考的意見 好 希望喔 秘書長 盡數 找法務部坐下來談 在本院還沒有把防桃機制修法完成一天 怎麼樣去落實現行刑事訴訟法的規定 不要再讓這麼荒謬的事情發生 每一次發生 院檢都在踢皮球 通通都不是你們的錯 那難不成是人民的錯嗎 好 謝謝